作詞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今天的海特别的苦涩 因为它含着泪 你的眼泪 不让你的眼泪流成海 那会是我永远的伤害 不让你的眼泪流成海 让我承担你全部被爱 就算明天赢了整个世界 身边没有了你 孤单的心一片空白 马总 我来了 别叫我马总了 我现在什么也不是了 你永远是我的马总 找我什么事 向何必泄露 婀娜美白驱斑霜 拱含量超标的人 我查到了 是谁 是胡萌萌 她向方小透露了这个秘密 方小又告诉了何必 这该死的胡萌萌 难怪她辞职不干了 原来是她心虚 我不出心头这个恶气 我就不信了 您看怎么收拾她 你再给我查一下 她现在住哪儿 一有消息立刻通知我 好 胡萌萌 最近你很少往往那儿跑了 连电话也很少打了 是不是上杆子把我追到手了 现在无所谓了 你说话呀你 我错了 对不起 我前一段时间在忙一个大事 所以忽略了你 好 背意道歉 不就是达瓜马氏集团吗 你在情场上有一股赖劲 死皮赖脸 在商场上呢 你有一股赖劲 心狠手辣 情场上的赖呢 那是一种境界 要不然 我怎么把你抛到手啊 商场上的狠 那是一种魄力 现在的商业竞争激烈又残酷 尤其是对那些造假 受假的商业对手 你要不狠 就是变相地纵容他们 坑害消费者 恶心竞争 这么说 就是你赖得很有成就感 狠得很有专业感咯 一般般吧 这两天你不理我 我心里空落落的 你就算再忙 也要每天给我打一个电话 如果不方便的话 起码也要三条短信代替吧 还有啊 我们至少三天见一次面 你明白吗 现在你离不开我了 你当初是怎么对我的 我得求后算账 谁让你赖上我了呢 你赖上我 我就赖上你了 要你呀甩也甩不掉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们结婚吧 这样不管再忙 我晚上总能见到 我的睡美人嘛 臭流氓啊你 我就是超流氓 现在 说什么也没有用吧 你还年轻啊 好好记住这次教训 做事情 千万不要通过法律的底线 否则你会摔得更刺 爸 别说以后的事了 赶紧想办法救马氏吧 我相信 凭您的关系 肯定能整救马氏的 没想的办法我都想了 没有诚信 没有质量 说什么也没用啊 爸 真的没办法吗 马氏就完了吗 我这一生的心血啊 这一生的心血全毁在你手里了 我 Chase 我们再去 你 halt 报了这么个目的去见未来的老丈人 或者心里边发怵啊 久不见了 你看Dev 咱们这是帮她了 虽然是在帮她 但给人的感觉像是在整她 明明是唱白脸的 却成了眼黑脸的 这出戏不好唱啊 放心吧 为了你跟可可 这事我懒了 这事跟我脱不了干气 并且我不想推卸责任 这是我的事啊 而且我也不想牵连你 算了吧 对了 我一紧张就口渴 你到路边找个超市 我想买瓶水就就急 这路边不都是卖水的吗 找什么超市啊 不行 我觉得超市里面的水啊 让我放心 路边的 我看着我也适合 照这么说 马是还名牌呢 让人放心吗 得了 别贫了 赶紧找水 好嘞 来 矿泉水 你也来一口 何必啊 越在生意厂上混得久啊 我也觉得 这做人哪 应该老老实实 本本分分的 是吧 陈董事长是吧 老乔啊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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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不见了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这是喜来乌有限公司的总经理 何必 这是乔治达 请啊请啊 你好 你也来买东西啊 我不是买东西的 我是卖东西的 卖东西 这家超市是我开的 你不盖房子 改开超市了 瞧你说的 我还是敢盖房子嘛你说 这说起来啊 我还真得好好地感谢你 自打我破产以后啊 用你呀给我退房子那钱 开了这家超市 这经营上啊是彻底地感谢维正啊 这经营上啊是彻底地感谢维正啊 你看我的生意啊多火啊 这钱挣的啊也真是踏实 我一直认为啊 这老乔是聪明绝顶 只要你把心思用到正当上 保准你的生意啊能够做大做强 残位残位 真的 除了感谢你啊 我还要感谢你未来的老丈人 是他的安丁啊出钱啊 赎回了我那套别墅 真是托你们的福啊 我才吃住不愁啊 那我们也要谢谢你救回的可可呀 对了 你看啊 你们想买什么东西随便挑啊 今天我免费 怎么样 不用不用 老乔 咱们生意为生意 何必 交钱 别收他们的钱 别收他们的钱 真的 你看起来收拾了钱 下次 下次 不就两瓶粉丝啊 老乔 我们走了啊 走 要不这么着 改日啊 我帮你们吃饭 怎么样 改日再联系啊 好好好 走 再见啊 好好好 二位请 请 你个王范范 爱的什么好心 你们搞筐的马事 我给你们贴着 太阳 你去胡闹 好 二位坐 滚 滚 这没你们坐的 妈 看你还站得起来 老师坐着 马晓阳 今天我们不跟你计较 说实话 我很同情你这种过激行为 好 二位坐 二位 后来居上的年轻人 让我敬佩 马董事长遇事不经的这种气魄 也着实令晚辈佩服 虽然马是集团失败的原因是在内部 我也不得不承认 你们赢了 何必对我怀恨在心 这个仇恨 我没得说 马董事长 开始的时候 我的确有个人恩怨 不过今天的马事 并不是输在恩怨上 而是输在产品质量上 这个我也认 我相信 一平的正义感 当初 你跟乔治达的交锋 就是处于对 违法上人的深恶痛绝 董事长 这件事情 跟一平没有关系 我把检测报告 透露给媒体的时候 一平正在韩国出差 我希望这件事情 不要影响她与可可的关系 不 爸爸 我是何必的董事长 这件事我责任很大 陈一平 你也配叫爸爸 可可真是瞎了眼了 真是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你来呀 你少唱嘴 爸爸 今天我和何必来 一是向您赔礼道歉 二是想帮马氏集团 你们想怎么帮 我直说了吧 董事长 马氏的股票 现在形同废止 产品堆了一堆 像垃圾一样没人要 马氏已经败局已定了 一平想出资收购马氏 你们做梦 马氏集团是马家的 绝不卖个外个人 收购是拯救马氏的唯一办法 这么说吧 马氏虽然不是马家的了 但马氏品牌还在 总不至于让人遗忘了吧 再说一平就是你们马家的未来女婿 由她来掌管也不算落在外人手里的 我想想 我想想 董事长您应该清楚 马氏花转品的含金量是越来越低了 如果您出一个合适的价钱 我们可以考虑收购的问题 如果你价钱太高 对不起 恐怕谁弄爱莫能助了 那我们是又一起为马氏送葬了 何必 你们这是敲诈 马氏是我绑的心血 是我爸的生命 你们这样做 我们不会同意的 爸爸 您应该考虑一下这个方案 因为就目前的形势来讲 收购可能对马氏真的有个帮助 不管转让给谁 我认为这都是一个好方法 当然爸爸也可以考虑其他的企业 马氏集团就是等死也不卖 马氏集团的事还留不上你说话 董事长 您也是商场的老江湖了 您应该知道什么叫 鸡不可食师不再来这句话吧 这么拖下去对马氏集团可不好 一平 这件事情 让我考虑考虑好吗 我们只等三天 何必 你给我住嘴 我们不是来逼债的 我们是来找马董事长商量的 爸爸 我们不勉强您 你慢慢考虑 别着急 爸 您是怎么打算的 马氏集团 行事一天不如一天了 我反复掂量了 只有转让才是出路 我不同意 马氏集团已经不信马了 还要他干什么 绝不能让陈一平 于何必的阴谋得逞 转让 既是成全别人 也是保险我们自己 也是保险我们自己 马氏集团在谁的手里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牌子不能倒 一旦企业倒闭 数千员工失业 只有保住了马氏集团 我们大家才能用饭吃 即便转让 也不能转给陈一平啊 从领导者的能力 以人品来说 一平是我们最佳的选择 从感情上讲 我也看中他 我也喜欢他 您为什么从来没喜欢过我 没看中过我 孩子 我不是不喜欢你 我这是在决策 企业的前途命运哪 嗯 可可 你那个陈一平啊 居心叵测 欺人太甚了 一平又怎么招你了 马氏集团就要改姓陈了 姓陈 什么意思啊 可可 你真是蠢的家了 到现在你还蒙在鼓里呢 陈一平就要收购 马氏集团了 一平要收购马氏 老爸也是昏了头 竟然答应了 你想想 这一辈子将来马氏集团 就成一平的天下了 一平不是这样的这 他没有理由这么做 事实摆在面前嘛 他追求你是早有预谋的 想通过夺爱 而达到略财的目的 他的狼子也现在暴露无疑了 你 你还不会现在嫁给他 你跟老爸呀 是一个比一个糊涂 陈一平 没想到你对我的爱 没有所有 可可 老爸 这真是一个很难解释的问题 但是 我又不能不解释 请你相信我 我对你的爱是真诚的 我的心也是纯洁的 对你 我真的没有任何功利目的 你要收个马氏 让我爸彻底失去马氏集团 这比较他的命还难受 这比较他的命还难受 你别忘了 他是我的养 是你未来的孕 我很心下的了手 哥哥 从目前情况来看 马氏现在的处境 的确是因为上次拱超标时机 而且实际情况 比我们想象的更要严重 请你相信我 我收购马氏 是保全马氏品牌的最好方法 我是在帮你父亲 你懂吗 你和何彬一直在暗散马氏集团 现在又在打马氏产业的主题 你想让我嫁给你 就想把你妈介绍给我爸 你这一蓝子的事 都是想要马氏改姓陈 你的心机太重了吧 可可 你冤枉我了 当初我与何彬合作的原因 非常复杂 何彬满腔仇恨 当然 我也对马小阳 对我的几次大打出手怀有怨气 但是更多的 我是考虑到自身企业的发展 何况那个时候 我们俩关系还没有确定 请你相信我 我收购马氏的原因 是为了化解马氏金 够了 你从认识我开始 就想搞垮马氏 你追求我 更是你计划来的一个步骤 可可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我说过马氏集团 卖与不卖 决定权在你父亲手里 我就是想霸展马氏产业 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 你可何必把我爸逼到这个份上 太有活路嘛 陈一平 我今天终于认清你的真面目 马氏集团你可以夺走 可是我马可可不会杀 你永远都得不走我 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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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爸 对不起 怎么了 马氏集团 弄到今天这个地步 都是因为我儿妻 是我害了马氏集团 马氏集团 今天这个结局 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 你别往心里去 爸 这件事都是陈一平不好 她做得太过分了 我倒不这么看 当初一平和何必要吃掉我们马氏集团 这说明他们有雄心呢 当商人 没有雄心不成大器 再说 你和一平没有任何的关系 也不能怪她呀 爸 你不要为她开脱了 我已经决定 我要和她分手 这怎么可以呢 她这么爱你 你又爱她 感情的问题不要和商场的问题混为一谈嘛 怎么能够分得开呢 她现在要混的是马氏集团 要让你失败名裂 我怎么还能爱得起来 啊 你 哥哥 听我的话 一平没有错 错的是晓杨 是晓杨搞的这个曲斑霜 共海量严重的超标 这才是我们马氏集团 毁灭的根本原因 今天是聚位集团收购马氏集团的第一轮谈判 陈董事长 企业是企业 家事是家事 不要混为一谈 你也不要有什么顾虑 该怎么谈就怎么谈 不要受其他方面的干扰 马董事长 如果有什么对不住您的地方 还请您多多包涵 不别客气 别假惺惺的 陈一平 你出招吧 马董事长 我先说说 华总监理 请 老婆 我去上货了啊 你就看着点了 小心咱们家的宝贝啊 快去吧 快去吧 路上注意啊 陈一平 何必 你们落井下石 你们的条件我不能答应 马氏不卖了 你们滚 给我滚 马晓阳 不许你回来 爸 你是真的老了 你怎么能这样让步呢 出去 我让你出去 爸 你会后悔的 陈一平 何必 我恨你们一辈子 马董 这么快就谈判完了 老头子啊 把他车做药了 把我赶出来了 那 那现在去哪儿啊 上车 回公司 给我叫俩兄弟 这个恶气 我非出不可 好 马董 就在这儿 走 你好 马 马 马总 马 马总 很神速啊 一干工作不怎么样 床上的事儿 倒是警力所大 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 就被方晓把肚子搞大了 马总 我求求你了 别叫马总啊 托你的福 我已经变成马仔了 所以我今天特意来感谢你们 方晓这个色情间谍 都已经运出小奸底了 别 你和马总也不动带天之仇 因为你 马总开始走背字 马总 你说我们能让你过得这么痛开吗 别怕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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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能打呀 我就是你妈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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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看 看 我 冯冯冯 这也就是你的下场 我们走 你 谢谢妈 马晓阳 萌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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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样 萌萌 来人啊 救命啊 萌萌 马晓阳 我饶不了你 萌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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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萌萌萌 萌萌萌 萌萌萌萌 陈总 马氏集团的收购计划 进行得还顺利吧 虽然一开始啊 有马小阳的捣乱 但后来啊 非常顺利 马董事长呢 是个厚道之人 他实施为俊杰的大将风度 大加气魄 让我和何必啊 都是钦佩不宜 当然喽 我也不会向未来的老丈人 过分叫板 达成的协议应该是公平 也是互惠互利的 老丈人明智 女婿也仗义 自从小杨被赶走以后 商量公司的大事 就像家里的小事一样 基本都容家 何必 你没狠一把 角色权在陈总手里 我很有什么用啊 再说了 马豪天的大度 实在令我痴心和佩服 简直让人觉得 像这么好的一个人 提出任何要求 都于心不忍 我就奇怪了 以他的人品 当初为什么把我 往死里整呢 真是让人不明白 杜明 最近我比较忙 远台市建材公司的事 就由你拳拳负责了 还有 我已经跟集团的人力资源部 打过招呼了 任命你为 远台市建材公司的总经理 杜明 杜明 升官了啊 什么时候请客 来来来 杜总 咱们敬你一杯 谢谢 谢谢 陈总 谢谢 就是啊 这找了老板的妹妹 就是进水楼台啊 啊 咱们大家想想看啊 我竟然把周叶梅 介绍给杜明这小子了 让他们两地分居 总也不是个办法呀 所以我想来想去 最后决定在远台市 开一个建材公司 把你调到那儿去负责 这样他们就可以经常在一起了 陈总想得可真周到啊 我才是为公司的业务着想 你这么为我们属下着想 我们做属下的 不拼命工作能行吗 陈总 我想叫你陈大哥 我带叶梅敬你一杯 那好吧 来 大家一起来 陈总长 胡总 大师不好了 怎么回事 马晓阳知道的是胡萌萌告发的 美容区分霜拱含量超标的事 把她打成流产了 海昂lane 童邦 别哭了 身体要紧 梦梦 我求求你 想开点 好吗 都怪我 怪我啊 我为什么要那时候离开你 是我没有保护好你 没有保护好孩子 你打我吧 你骂我 梦梦怎么样 方小你干嘛去 我找我妈要用拼命去 她把我孩子整死了 我也让她不得好死 方小冷静点 不要莽撞 我冷静得了吗 这件事跟你没关系 我就是不把她打死 我也把她那条腿给打折 方小你听我说 你的心情我不能理解 但你不能乱来啊 是啊 方小 我们大家是来看萌萌的 走 我们去看看萌萌好吗 走 走啊 走 自己的新写 啊 他去 还要去 那么行吗 有可以吗 看我去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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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体的各位朋友 下面我正式宣布 等一等 妈 一平 你出来一下 妈 我正在开会 你快出来一下 对不起啊 我出去一下 各位稍等一下啊 妈 你有什么事 不能等会儿再说呀 我刚刚得知 你要收购马氏集团的消息 就匆匆赶了回来 等一会儿说 就来不及了 妈 有什么事这么着急呀 长久以来 妈有一个秘密 一直没有告诉你 可现在 现在 我不能不说了 妈 有什么秘密 咱们回家去说 这所有的记者 都在这儿等着呢 你给我好好听着 我说了这个秘密 你怎么决策 妈不拦你 可现在 你必须得听我爸话说完 好好好 妈 您说 您说 我都听您的 还不行吗 一平啊 当年 你在一家房地产公司 做推销员 由于卖不出房子 想放弃不干的时候 突然接到了一个大订单 这件事 你还记得吧 你们老板的朋友 对不起 我们老板有交代 不让客户他是谁 只吩咐我找您买房子 这就奇怪了 你们老板要买房子 可以找我们公司的 其他业务员 干吗非要照顾我的生意呢 这个我不太清楚 也许我们老板认为 您是个人才 也许这是天意 是缘分 您也别问了 咱们谈谈具体业务吧 那好吧 请问你们老板 要买什么户型的房子 我们老板要拓展业务 准备从您手里 买一栋楼 什么 一栋楼 妈 儿子当然记得了 您现在提这件事情干什么呀 你知道 这位大客户他是谁吗 是儿子多年以来 一直在寻找 但始终没有找到的大恩人呢 他就是马浩天 这怎么可能呢 妈有必要骗你吗 啊 妈 您知道多年以来 儿子一直在寻找这位大恩人 你怎么现在才告诉我呀 哎呀 一瓶哪 杨师长 您这次出国辛苦了 还好 就是需要倒点时差 那我先送你回家休息好吧 哎 对了 我出国这段时间 有没什么事发生 陈一平的剧业集团 决定收购马仕集团 今天上午在剧业集团的会议室 召开新闻发布会 哎小王 去剧业集团 好的 是吗 妈您先坐 对不起啊 让大家久等了 现在 我以剧业集团董事长的身份 向大家郑重宣布 剧业集团 无偿向马仕集团提供 两亿元人民币借款 好 陈舅船长 我们收到的消息 明明是剧业集团收购马仕 怎么突然变成了 剧业集团无偿资助马仕了呢 这段时间 剧业集团和马仕集团 有过密切的接触 但主要是研究 目前马仕集团面临的困难 及解决方案 包括我的资金注入 及其使用细节 所以有人误传 剧业集团要收购马仕集团 那纯属谣传 您能谈谈无偿提供巨额借款的原因吗 马仕集团是本市著名的企业 它的无形资产不可估量 在消费者和同行业当中 都是一块金字招牌 虽然马仕现在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但是 马仕针对现在出现的问题 已经采取了及时有效的补救措施 第一 公开销毁问题产品 第二 无条件地进行退货赔款 第三 撤销马仕化妆品公司的总经理 马小阳的职务 同时 我要告诉大家 马仕集团化妆品公司有问题 不等于整个马仕集团有问题吧 马仕化妆品公司的一个产品有问题 不能说明马仕所有的产品有问题吧 经国家权威部门检测 除了婀娜美白去斑霜之外 其他的化妆品全部都是优质产品 所以 我想恳请各位媒体的朋友 提醒广大消费者 尽管放心使用马仕集团的化妆品 我们巨维集团 在这个时候 向马仕集团提供大量资金 这就证明 巨维集团 看好马仕的明天 看好马仕的品牌 我以巨维集团良好的信誉 雄厚的实力 和战略眼光 向大家保证 马仕一定不会倒 马仕的明天 一定会更加辉煌 好 商人是讲利益的 陈董事长 您无偿向马仕提供巨额资金的借款 请问您的目的是什么 难道您不图任何回报 请您给大家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 而不是作秀的嫌疑 这个记者说得没错呀 商人应该是讲利益的 但作为人来讲 更应该讲良心 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那是在我大学刚刚毕业以后 我应聘到一家房地产公司做推销员 可整整三个月 我连一块砖头都没有推销出去 就在我心灰意冷 想要打退堂股的时候 我们马仕集团的马浩天先生 给了我第一笔订单 是一栋楼 一笔高达五千万的订单 马浩天先生 让我挖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让我成就了今天的巨围集团 如果当初 没有马浩天董事长 雪中送炭的大订单 就不会有我陈一平的今天 俗话说得好 滴水之恩当一永泉相报 我这两亿的数目 和当年的五千万比起来 还真算不上是永泉 只是体现我一颗感恩的心罢了 各位媒体的朋友 不知我的解释 能让大家信服吗 请问马董事长 您当初为什么选择陈先生 给他这么大一笔订单呢 当时我们马氏集团准备拓展业务 需要一个办公楼 当时陈先生所卖的房子 在地段价位和结构上都非常合适 我们就买了这个房子 后来由于形势的发展 我们不需要了 就把房子卖给了其他的企业 借这个机会 我还要请各位的媒体朋友们 帮一个忙 请你们转告马氏集团的股民们 马氏集团不会垮 马氏集团一定能给各位股民 带来前所未有的收益 现在只要各位股民 能给马氏集团一个信赖 我相信马氏集团 一定能还各位股民一个精彩 杨市长来了 杨市长 请 你好 来 各位 下面我们请杨市长给我们讲几句 好 大家请坐 好 大家请坐 我刚从外部出发离来 下了飞机就往这里赶了 我庆幸的没有错过这个感人的情景 和动人的场面 马氏集团 曾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马氏品牌 在我市也是一块金子招牌 或吗 �余弄有我 想还是一块金子招牌 许可恢复 学会爱 学会用简单的办法解答 最难的命题 懂得爱 懂得用最少的痛苦 赢得更多的甜蜜 也许我们情的交流 还有忙去 也许我们心的对接 还有距离 凭什么爱你 不过是暂时的忧郁 凭什么爱你 不过是天际深探心 哪怕有一种可能 也有坚持到底 哪怕有一些希望 我也绝不放弃 绝不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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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15日 我有需要 计不放弃 一些绘在 发资